中国的直升机飞行员装备了短突击步枪 解放军向美军学习实战先进经验 大家好 我是石刀 在最近南部战区的公众号发布里面 大家惊喜的看到咱们的陆航的直升机飞行员们 不仅仅装备了11式的小型自卫手枪 还装备了95B型的短突击步枪 大家都知道陆军的直升机在现代战争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战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 进行的这种突击作战 往往能够取得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那么陆航飞行员实际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战场威胁 在目前的这个陆地战场上 不仅有小口径的高射炮 不仅有这种肩扛式的反空导弹 还有各式各样的中远程防空导弹 都会对这个陆军的航空兵 特别是直升机飞行员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旦在敌战区被击落 直升机飞行员必须要有趁手的兵器 来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防卫来等待救援 之前解放军的飞行员 以及直升机飞行员 装备的都是简单的这个自卫手枪 这个手枪是专门为飞行员研制的 它的尺寸比较小 但同时带来的也是 它的熔弹量持续射击时间以及威力都很小 因此这种一一式的自卫手枪 确实它有只能起到有限的自卫功能 更多的不是用来作战 而是用来打野外的大型野兽用的 那么一旦陷入到敌人的包围圈 解放军的飞行员们确实是面临危险的一个境地 我们看这个直升机运用经验最丰富的美国陆军 他们很早的时候就给他们的直升机飞行员们 装备上了各式各样的突击步枪 这其中是以M4卡冰枪作为这个代表 在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黑鹰坠落电影里面 大家也能看到直升机飞行员在被击落之后 是用这个步枪能够维持一定时间的这个自我防卫 因此美国陆军给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直升机的飞行员 都装备了这个自卫的步枪 而且还专门研制的一系列的这种可以折叠的这种步枪 方便飞行员的协行 另外一方面俄罗斯也给自己的飞行员装备了相关的短突击步枪 实际上早在苏联时期在阿富汗战争的阶段 这个苏联飞行员就装备过AK-74U这个短突击步枪 那现在的俄军飞行员也继续装备着 类似AK-74U这样的一些这个自卫的兵器 那么俄军的直升机飞行员也多次被击落 但是在击落之后他们也是凭借着这个突击步枪 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看到解放军也开始向这些先进国家来靠拢 来为我们的直升机飞行员来装备突击步枪 一方面这是向战场的实际情况学习的这么一个过程 让我们的直升机飞行员在未来一旦出现不测的情况 能有更好的一个自我防范的能力 二方面这也从一个角度来说明 解放军现在正在加紧从实战角度出发 来研究真正的战场态势 从这些战场的需要来反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 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脚踏实地积极认真备战的一种体现 这需要我们的鼓励鼓掌 随着这些突击步枪 未来解放军的飞行员们必然在单兵的自卫防范武器方面 还会有更多的亮点 那么这也有待我们继续的发现 大家对这些计划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的交流 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